今天知识小学堂要带您来看看 中国周边的邻居 最近事情很多 我们先从南北韩看起 譬如说这个是南北韩之间的联络办公室 那先前在前几天 北韩单方面的就把它给炸毁了 以为平地 针对这个事情 其实北韩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引起美国的注意 不过川普却在这个时候 延长了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 时间是长达一年 那其实每一年针对这个制裁都会一年一签 这个时间点是很巧合 可是也很敏感 因为南北韩联络办公室才刚炸完 然后北韩 美国马上又签了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 然后甚至川普还定调 说北韩现在的举动是异常的威胁 那甚至南韩现在也有一个代表叫李杜勋 他也被派往华府 要跟美国的国务院高官去商讨北韩的议题 那要来想想看到底有没有对策 可以解决现在南北韩之间的一个紧张局势 那到底现在说要炸这个开城工业区的这栋大楼 到底南韩知不知道呢 实际上有韩国的媒体有报道说 三天前北韩是有透过管道去通知南韩说他们要炸掉大楼 可是呢青瓦台说我们根本不知情 好可是怎么可能不知情呢 因为开城的一举一动南韩都有在观测啊 而且实际上也有观测到说他们有这个货车载着炸药 然后还有一些异常的举动 所以南韩的说法韩国媒体是不信的 那再来我们看完了韩国之间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中印 中印的边境呢在这两天同样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地点是在哪里 就在这4200米的一个高加勒万河谷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在冬天的时候是可以来到零下20度的 不过因为双方都有驻军在这儿 那为了主权争议啊就开始不断有一些争执 最近呢变成了一个火爆冲突 那传出中国的士兵他们是拿铁丝缠绕棍棒 有点类似狼牙棒当成了武器去攻击印度的士兵 那印度士兵呢他们除了徒手回击之外 也拿石头当作武器 因为其实中印之间有签协议嘛 他们是不能开火的 好所以呢就现场有什么道具统统拿来当武器 不过到底有多少死伤呢 因为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印度的军方至少有20人死亡 可是呢这些死亡的官兵不是被打死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高山 所以有些人是掉下了峡谷 那有些人呢是冻伤 毕竟因为受伤了嘛 然后又是这种零下气温 所以就负伤而死 而中方的死伤呢 据传是更多的 是印度的两倍 不过因为现在中国一直没有公布数字 他们说是要等习近平拍板才有办法公布 可是你看中印现在冲突不断 当然在印度的民间 就会觉得要抵制中国 要反华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已经逐渐蔓延开来 好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情况发生呢 这是OPPO OPPO本来要举办一个旗舰机的线上发表会 现在也只好把它取消 再来小米 小米手机在印度卖得非常好 而且是销售冠军 现在这个宝座拱手让人 好那另外印度的电信部门 同样也已经通知他们的电信公司 未来的招标案不可以跟中气合作 也不能采购中气的设备 那另外我们看完了印度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冲突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现在真的可说是内外交迫 你看面对外交 有跟这个美国的问题 有跟印度的问题 那在国内呢 国内疫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因为现在北京又出现了疫情的反弹 好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比起昨天新增了一共28例 那其中有21例是集中在北京市 还有三例是可疑的案例 另外呢我们看看河北新增两例 然后天津新增一例 河北这两例呢都是新发地的摊商 但是天津的这一例比较特殊 因为天津的这一例 它并没有到新发地市场 也没有跟相关人等接触 然后呢它是一个餐厅的洗碗工 所以它平常的工作就是洗洗碗 洗洗冷冻海鲜 那它的感染源到底来自何方呢 目前还不了解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昨天晚间习近平也主持了一场 线上的视讯会议 这是中非抗疫峰会 中国跟非洲 而且现场有一个特别嘉宾 就是谭德赛 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位秘书长 那同时呢在这个会议中 习近平也释出善意 说针对先前有借贷给非洲国家的那些 无息贷款债务 在今年年底到期的 我们通通免除了 不过你这样当财神爷 去大撒币 真的有办法挽救一带一路 挽救经济吗 实际上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一带一路 在今年第一季 根据统计分析 新计划的数量比去年同期 减少了15.6% 另外总价值更是缩水超过六成 那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受到疫情影响 大部分的人恐怕都会 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在这个时候 手头比较紧 那原本就已经有债务了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心思 再去谈什么新的建设